阿弥陀佛 尊敬的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早上吉祥 阿弥陀佛 我们昨天谈到我们修学 从音缘上看 我们都是成年才开始学习 所以成年以前 像以成德 二十多岁才接触到 师父上人 经典当中有说 少成若天性 习惯成自然 所以没有学佛以前的思想 行为习惯 都得要下一番功夫 才能慢慢 把他扭转过来 就像我们昨天提到 修身为本 教学为先 我们面对任何事情 我们有没有习惯 我们有没有习惯 都从物本 从根本 去思考事情 论语 论语第一页 就有提到了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假如以自然界来比喻 我们今天要让一棵树 成长茁壮 我们要把水 要把肥料 下在根本上 假如我们把水 跟肥料 下在树叶上 那可能达不到 让树成长的效果 可能还有副作用 就好像我们现在解决问题 不从根本 都从枝末上 会延伸出 额外的负面影响 就像我们 比方说身体 得了严重的病 我们只想 比方说肿瘤了 我就把它切掉就好了 好像就解决了 事实上切掉之后 身体 也受到一定的 损伤 但是假如 得病的人 能够从根本 能够从根本去思考 主要的原因 还在我自身 我的饮食习惯 我的睡眠 作息的习惯 就像皇帝内经 就有提醒了 要食营有节 营食要有节度 不能暴饮暴食 而且要能定时定量 还起居有长 不能熬夜 也有报道 抑郁症的人 很大的比例 都熬夜了 所以他的阳气 就很弱了 我接触一些大学生 他们 一般睡觉 都差不多两三点 才睡了 十一二点 还很早 所以这个大学的风气 我们学校领导 还有老师 也要重视起来 不然学生念 四年的书 身体给搞垮了 因为身体 是一生学业 道业 事业 家业的 本钱所在 所以经典 对我们的生命 确实是很重要 忽略了 《皇帝内经》 包含《四书五经》 这些做人的道理 那我们的人生 可能会 在很重要的一些环节当中 忽略掉了 所以起居有偿 还不忘坐牢 这个牢 应该不能透支身体 这个也包含 要节制欲望 印光祖师都有提到 现在真正 自然寿终正寝的人 很少了 不懂这些 养生的分寸 无量寿经上说 世人共争 不及之物 我们人生 健康的身体 健康的人格 健康的思想观念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但是往往 工业革命以后 这个大环境的一种氛围 让我们会太在意物质 太在意看得到的东西 忽略了 看不到 但是特别重要的部分 这个都是很值得 我们放慢脚步 从自己的人生过程 来体会 来观察 那我们当父母老师 就更能掌握人生的 轻重缓急了 像这个物质 快速的发展 人就容易攀比 物质的享用要攀比 包含才华也要攀比 分数 考试分数 也要攀比 搞得 每个人压力 都很大 家 是心灵的避风港 假如家里 都是看这些外在物质 看得很重 忽略了心灵的 关心 爱护 那很可能 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 压力就很大了 这个抑郁症的调查 也都有提到 很大的比例 都是家庭的结构 比较不理想 等于是 却爱了 我们佛门 有一帖阿且陀药 就是 南无阿弥陀佛 万病种治 这个世间的问题 也有一帖 万病种治的药 就是爱 不管他现在的状态 是怎么样 只要我们能 给予 无私的爱 很多问题 都能够慢慢 解决 所以我们昨天 以台湾 原音法师 他所提醒 我们修学的人 有三个部分 要注意到 不要走到 误区去了 首先提到 好多 不好精 喜欢学很多 但学不深入 学不专精 真正 遇到境界 提不起正念来了 不知道用什么 经教 来 对质 就像我们 长期听 师父上人 教诲 我们真正 遇到事的时候 老人家 这些教诲 我们能不能 马上提起来 所以不再听得多 而再 能够 入心 能够 去把它实践 所以师长也说 我们学佛 是让我们 把贪放下 不是换对象 是贪 老上的法 要听很多步 我们重要 要把它听 深入 进而 能够去把它 落实好 从一部经 我们体会到 很多做人 做事的道理 从这一部经 可以触类旁通 到其他的 经教 第二个部分 是求解 不求证 喜欢听经 理解这些经教 但是没有去行 没有去体证 第三 是逐末 不求本 这个结果 会 舍本逐末 本末 倒置 我们冷静 回想 我们 走过来的路 我们在解决 家庭的问题 解决 生活 工作上的问题 有没有一些问题 感觉 感觉好像 一直存在 但是一直 没有办法 很好地 解决掉 好像有一种 恶性循环 在其中 那 这些现象 我们 能够 观察 观察 我们 在处理这些事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 思考 根本上 应该怎么来 处理 论语当中讲的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我们注重根本 家道 事业之道 学业之道 能够 很好地来发展 那像我们 能想到的 根本 比方 君子物本 修身 为本 大学里面有讲 至天子 以至于素人 一是皆以 修身 为本 那我们 在面对 家里的问题 我们有没有 首先思考到 我得从 修身 开始 做起 假如我们 心里面 都是放着 家人的过失 我们的习惯 我们的习惯 那心正 又以 习惯 为本 习惯 又以 知智 为本 知智 又以物格 为本 所以这个修身 为本 就让我们 想到 鲁家 世书当中 大学 说到的 两纲 八木 大学开篇 就说了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子于至善 这第一句话 其实就告诉我们 发愿的重要性 跟佛门讲的 特别相应 劝发菩提心文 醒安大师 就有提到了 常文 入道要门 发心为首 修行 集物 立愿 居先 愿立 则众生 可度 心发 则佛道 堪臣 苟不发 广大心 立坚固愿 则众经 晨洁 依然 还在 轮回 就是这个 菩提心 没有发出来 纵使 经过 晨洁的 修行 也是很难 脱离 轮回 虽有好心 总是 徒劳 辛苦 那大师 引了 华言经 说的 故 华言经 云 忘思 菩提心 修诸 善法 是明 摩业 那这个话 就很重了 没有发 菩提心 修一切 善法 是 摩业 而且 忘思 善恶 旷未 发乎 忘思 都会变成 摩业 更何况 还没有发出来 那我们 佛门 修行 李秉兰 老师 有提到 不能走 三世 愿 第一 是 修 福 第二世 享福 第三世 就堕落下去了 因为生死大事 福不能救 所以 就像梁武帝 他为佛门 做了那么多事情 可是他的心地 有求人 赞叹 求人赞叹 也是耗鸣 他这个 没有 隔除掉 耗鸣的习气 他物 没有隔 知 就没有 知 意 没有 成 心 没有 正 他就不能 用真心 他做这些事 有染灼 他做这些事 就不是功德 所以当他有那一念 要人家赞叹的心 就把他 在佛门 做的那么多 好事 他护持 几十万出家人 见得寺院 上百 但这一念 求明之心 就把他所作一切 翻转成 轮回的善业 轮回的福报 所以这一个公案 我们也得重视 他们很可能都是视线 来提醒我们 这个菩提道上 亲近心重要 修行人 不能求世间的福报 世间的虚名 所以大臣法应说到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致敬其意 似诸佛教 断恶修善 不着断恶修善的相 心地还是清静 这个才是功德 所以这个善用心 很重要 所以十八院说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怨生极乐世界 不求名 也不求 世间的 这些果报 不然 亦有求 第一事 所做一切 变福报 第二事 就享福了 我们冷静看看 自己身边 有钱 有地位的亲戚朋友 在享福当中 清不清醒 想着想着 都会视为理所 当然 所以交富贵子弟 比交贫穷子弟的难度 高很多 因为孩子从小了 不愁吃穿 所以顺境 淘汰人 逆境 磨炼人 从小都吃苦的人 人家给一点帮忙 他感激得不得了 从小福报很大 人家送很好的东西 给他 他看一看 就放在旁边去了 不珍惜了 所以顺境 不好修 家里富贵 要交贵子 要以 曾国藩先生 为榜样 曾国藩先生 强调 孩子不能 睡懒觉 而且家务 都要自己做 不然他就在福报当中 养尊 处优了 我们 这个英国汉学院 整个孩子 吃啊 住啊 环境都不错 要在 这样好的环境 修学 那警觉性要很高 要在 这样的 生活环境当中 不断增长 感恩心 才行 不然 生活环境这么好 容易退转 这一次看 来到我们学院 我们学院吃得很好 住的环境 也都不错 所以 这个 不能忘失 菩提心 所以有一个同学 有问到了 如何正确地 帮助自己 立定一个 长远的志向 如何正确 抉择的 人生 方向 那这个就是要发 菩提心了 我们人 能够先把 人生的最后一刻 看清楚 再来经营 人生 就不一样 人生的最后一刻 我们还没有经历过 但是在电视当中 应该看过了 双手双脚一摊 而且是 伤长两短 最后一口气 吸不起来 走了 所以 所以佛陀曾经问学生 生命有多长 第一个学生说 几十年之间 佛陀说 你还不知道 第二个说 在 一餐饭之间 佛说 你还不知道 第三个弟子说 在呼吸之间 佛说 你知道了 所以 所以论语里面 有一句话讲 遭闻道 细使可以 闻道 明道了 才能不再搞轮回 不然 一日无常道 方知梦里人 印光祖师 在文操当中 有提到 哪怕是我们 修行之人 都被无常吞 这个吞字用的 让我们印象深刻 我们也接触到 一些学佛的家庭 我之前遇到 17岁的孩子 得了胰臟癌 他自己没准备 家里的人都没准备 为什么觉得 那么年轻 一下子六神无阻了 那个吞字厉害了 就开始 假如经教没有很深入 就开始找一些 还有哪一些方法比较快 不见得能 对这个万德鸿鸣 深信不疑 那在佛陀那个时代 有一个商人 他知道 这个世间 有一个大绝的圣人 他就把 这个事业先放下来 尽全力 要去找到佛陀 向佛陀请法 好不容易 让他找到了 他马上向前 请佛陀 开示 刚好佛陀在脱波 旁边的弟子 就对他讲了 你让佛陀 脱完波 你再来 请法 这个商人说 人生无常 请佛陀慈悲 可不可以当下 为我说法 那佛慈悲 横顺他 满他的愿 开示没多久 他证了阿罗患 后来 后来佛就继续脱波 他一根佛陀 分离 没有一会儿的时间 他被一只牛 给撞死 我们看 这一个 事例 假如他没有坚持 让佛陀给他说法 他被那一头牛撞死 是他那一天的定业 而他先听佛说法 他证阿罗汉果 他就不轮回了 所以招闻到 细时可以 那这个故事 也提醒我们 无常 随时会扑向我们 诸位同修 这个 Are you ready 大家准备好 随时 面对无常了吗 当我们觉得 我还不会 那这一念 很可能就让我们 不够精进了 昨天我跟几位同学们 他们都二十出头而已 我说当人会觉得 我还年轻 这个念头 你就会倚仗 会仗势七级 阿难尊者 为什么不能证阿罗汉 因为他有靠山 我的堂哥 是佛陀 其实我们善于去体会 我们看到这个势力 我们可不能想 我的佛陀不是堂哥 就没了 他每一个势力 是让我们去体会 那个毅力 就代表一个人 你只要还有依赖 你依赖外在 依赖自己的地位 财富 甚至是年龄 那 自己的境界 想要向上提升 不可能的 所以新年新希望 今年我们能不能把依赖放下 修行 要才最难处 刻下去 这个格物 这个格物要下这样的功夫 了凡事训 也是提到 孔子在论语说 先难而后后 要从最难的 刻下去 最放不下的 去下功夫 难的 难的能克服 其他的 就 不难了 那我们真的看到 生命最后一刻 看清楚了 什么都带不走 那对身 这个身体都带不走 对身外之物的贪求 就会减少了 然后去思考 什么是带得走的 什么才是真正留得下来的 这都要 有智慧 带得走的 是佛号的功德 是 普贤行的功德力 可以带走 在普贤行愿品里面 有提到 人灵宗的时候 你所有的东西 包含身体 都会坏掉 眷属 这些姻缘 都开始 拜上吊了 但是普贤的功德力 会带我们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我们昨天讲到了 不恶法门 所以普贤行 就是我们的生活工作 处事 带人 结物 那留得下来的 三四经提醒了 人已子 经满营 我交子 为一经 所以把好的家道 传承下去 这个祖宗虽远 既是不可不成 子孙虽语 经书不可不读 应该把正确的家道 做人做事 传给下一代 那不明理的人 留很多钱 给后代 我在台湾有看到 很大的企业家 留了不少钱 老祖宗在这个前置 有提醒我们 左边是一个精 右边两只刀子 代表精子太多了 钱太多会怎么样 会打 会争 结果这个企业家 留了很大笔的遗产 结果子孙 摆不平 一直还在诉讼 结果他死了 放在棺材里面 三年都没有下账 你看他 一辈子赚那么多钱 结果是什么 这个话就不好听了 所以人要有智慧 不要自己落得 都不能下账 然后子孙 还 永无宁日 在那里 争财产 所以把人生 最后一刻看清楚了 要来思考 什么是带得走的 什么才是真正 留得下来的 那就真未生死 发菩提心 因为不出轮回 问题没有解决 我们要解决 究竟苦 得到究竟乐 一定要出轮回 那我们要出轮回 就要行菩萨道 就是儒家讲的 大学之道 我们不发菩提心 不行菩萨道 我们能做什么事呢 我们假如不行菩萨道 我们要干什么 那我们只有一条路了 而且这一条路 是伸下来 我们就没有停下脚步了 人从伸下来那一刻 就没有停止脚步 往坟墓走 而我们在几十年的生命当中 市长有讲到 三善道消福报 三恶道消罪业 所以善道 是把我们过去修的福 然后把它花光 我记得初学佛的时候 师长有讲 我们在人道 在山善道 观光旅游 三恶道是老家 黄老说的 三徒一舵 五千节 所以这个三恶道不好玩 不能下去 而当我们在善道里面 而当我们在善道里面 在人道 是消福报 那冷静看看 人在享福的时候 造不造业呢 很难不造业 造的大部分是三恶道的业 几十年 生命没有了 然后剁下去又是五千节 这个冷静想一想 得要慎重 考虑了 得要修行 得要行菩萨道了 不然都是搞轮回业去了 而且要破釜沉舟 我们有没有后路可以退 诸位同修 有没有后路可以退 后路只有一条 就是轮回 我们得要杀出重围 我们得要学赵子龙 救阿斗 前面再困难 我们得冲过去了 就像 师长提到的 消福报 我们别的不举 就举一样就好 吃 这几天 过年 每户人家 可能不少 大鱼大肉 那任言经有讲 人死为养 养死为人 吃他半斤 还他八两 那我们光是 这个吃的问题 就不知道要还多少命债 那命债要到促身道去还 所以这一些问题 想清楚了 那就不会把人生 拿来只是享乐了 就能看得破了 想这些乐 造的都是三恶道的因 那是真正在害自己了 所以我们看清楚这个世间 那我们第一个长远的志向 就是行菩萨道 自觉觉他 就是大学之道 自觉就是明明德 觉他就是清明 自觉觉他就圆满 就是止于至善 所以大学是两纲八木 那我们 2023年 过了两天 今天是初三 那我们这两天 我们的明德 有没有恢复一点 我们这两天 有没有利益到他人 所以这经典 就是生活 我们立的这个志向 每天得提醒自己 有没有在 自觉觉他 自爱爱人 当中 不断提神 那这个就是很明确的 志向 也是人生的 方向目标 在哪里提升自己 跟提升他人呢 在每一天所遇到的 每个人事静缘当中 何处是道场 处处是道场 我们在每个境界当中 我们 情绪没有受影响 我们随缘妙用 借由这个缘分 提升自己 也互念到他人 比方说 我们当父母的 当下遇到 逆境恶缘 我们能修忍辱 那孩子看得 赶配 还有爸爸妈妈 修养很好 你自己提升了 孩子也得力了 诸位老师 诸位家长 我们的孩子 以后面对的社会 比我们单纯还是复杂 复杂 那他们现在 他德行的根基 要立得比我们还要深 那他做人做事 包含解决问题 面对问题的 这些能力要更强 那请问我们什么时候 教他们 怎么面对逆境恶缘 那就在每一个当下 我们就在用身教 在带动他们 在影响他们 那我们现在遇到逆境恶缘 是好事还是坏事 看大家的表情 好像不是好事的状态 我们看佛陀 他遇到割力王 割结身体 好事还是坏事 他给后世所有 他老人家的弟子们 一个最好的忍辱榜样 没有诚会 没有报复 而且借这个缘 快速提升 本来在弥勒菩萨之后 才成佛 就因为这样超越了 我们观察师长 因为我们跟他老人家学 我们得观察 他把六度普贤实验 怎么用出来了 我们看到 对我们世间人来讲 晴天霹雳的事 老人家快速提升 离开台湾的时候 写下的 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一切逆境恶缘 都是感恩 他对自己的成就 离开新加坡 写了两句法语 处逆境 随恶缘 无诚会 业障净消 随顺境 处善缘 无贪吃 福会权限 那代表 顺境逆境 善缘恶缘 都是来帮助自己提升的 那师长 这两段法语 我们放在心上 那这个兔年 过的就是 日日是好日 时时是好时 人人 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的日子 大家喜不希望 自己的孩子 过这样的日子 那我们现在的身教 就在指导他 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好 所以 有一个长远的志向 很重要 我们发菩提心 然后目标明确 我这一生 要了多生死 我要去极乐世界 做佛 树立这个目标了 我活在这个世间一天 就是行菩萨道 就是行大学之道 对自己 对别人 没好处的念头 言行 不起 不做 只要起念了 只要讲话 做事了 就是真的能够 利人 有利己的 其实自他不恶 我们在利人的时候 就好像教学相长 我们自己 也越来 越为人着想 越来 越把自私之力 放下来了 有一个片子 叫三道 一道 一道 我们有把这个一道 剪了一些精华 因为 这是连续剧 蛮长的 我们现在时间宝贵 把比较重要的 剪出来 这是一个真人真事 是韩国的 一位中医 他里面 有提到一段话 他说 当我们在 救一个 病重的病人 把他的命救回来了 事实上 他也让我们的慈悲心 更发出来了 好像救了人 其实也是自己 救了自己 自己的真心 越来越显现了 所以 所以利人 绝对利己 这是不饿的 好 那我们 发了愿 树立这个目标 那怎么下手呢 八目 明明得 格物 自知 诚意 真心 清明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那师长有一句法语 这几天 都跟大家 交流到 老上讲经 他每一句 是他一生修学 讲学的智慧 加上他人生的阅历 我们不能 糊润吞藻 不能走马看花 他老人家 轻轻的讲 我们得要 重重的听 师长应该 讲过很多遍 自己不能度 而能度人者 无有是处 那这一句话 我们用在 大学的经文里面讲 自己没有明明得 而能清明 不大可能 举个例子 比方说 我当父亲 我脾气很大 那我要去 为孩子 可能我已经造成 他受我脾气大的影响 我们以前到同学家 那个父母赏门很大 他们家里的人 个个都很有实力 到这样的家 一开始还不太习惯 觉得他们好像在吵架 那种影响 潜移默化 所以主家这个赤地很重要 我们这个赤地不能颠倒 不然有可能 适得其反 比方 其家不可教 而人教人者无知 他的家庭都没有 很好的去经营 但是他到处做公益 到处讲课 当他的家庭出现状况的时候 他以前所做 反而产生负面效应 在台湾 有一个公众人物 他也是公益的形象 有一天 他的儿子犯法了 被抓到警察局了 之后要判罪了 这个新闻在台湾传开来了 一片哗然 后来这个公众人物 就没有再出现了 他给社会一个负面 的影响 怎么 这说很好心的人 连家都不顾 我们也曾经听一个老太太讲 说我那个媳妇 每天出去给人家讲孝道 也不煮饭给我吃 这很麻烦 我记得在炉江的时候 遇到一个交易局局长 他跟我说 我们当地有一个幽远园长 他学的佛 这个幽远不管 跑到我们当地的一间千年股市 去做义工 这个园长说 在千年股市里面做义工 有功德 那大家想一想 这个交易局局长又没有学佛 他这个故事听谁说的 这不知道传了几个人 这给社会的负面效应就很大了 所以印光祖师有说 纵使是达摩祖师再来 他的教导不会超过哪两条 敦伦敬奋跟老实念佛 因为我们佛弟子不敦伦敬奋 会给社会很不好的负面影响 所以我们虽然没有小臣 是因为我们中国 这个因缘的特殊性 我们有儒家跟道家 取代了小臣 小臣经 佛讲了十二年 方等八年 接下来纯大臣 波勒二十二年 这是佛门的大学 再来法华涅槃八年 那个是研究所 可是要先有基础 所以为什么师长一直强调 扎三根 我们要有这个基础 我们大臣才能学得上去 我们这个治国平天下 才达得到 所以这个赤地不能乱 是用我们的明明德 去清明 用我们的不贪不撑 不吃不慢不移 去给我们的家人朋友 种善根 昨天还跟一位同修聊到 觉得自己最幸福的 就是父母对自己的影响 其中有一条 没有控制 没有占有 没有占有 就像 陈德淑家的二姐 他在美国拿到博士 问我父亲 要不要 回到台湾 我父亲讲 你觉得你在哪里发展好 在那里工作 好早 你就在那里就好了 其实意思就是说 你就留在那吧 在那里 叫做好发展的话 二姐还是回到台湾了 就是没有控制要求 后来我输家二姐回来 也在学术界找到很好的工作 所以实在讲 该是你的 跑都跑不掉 而我们受到这个身教的影响 我们自己对人也没有控制要求 这一点 少掉很多烦恼 我们一有控制 对方不听我的 我可能就生闷气了 再来我们有付出 就会有求回报 所以父母也给我们示范了 不求回报的爱 那我们潜移默化影响 我们的付出 也没想着要回报 那就不会有 求不得的痛苦了 诸苦皆从贪欲起 我们有贪求 才会有这些烦恼产生 所以 父母他们的处事 这个无求的付出 没有控制要求 这个也是格物的功夫 这个明明德 大学当中指导我们 从格物下手 那师长呢 对格物 给我们具体的指导 首先呢 把十六个字放下 知识自立 明文立养 五欲六成 贪嗔吃慢 那我们呢 也要洞察到 时代的变化很大 在一百年前呢 一个家呢 少则七八十人 多则两三百人呢 在那样的家庭氛围 成长 每一个人呢 从生下来 他的外在环境呢 他就不容易 只想自己了 他会为父母想 他会为整个家族着想 可是我们现在 变小家庭了 所以假如啊 我们父母的 这个教育的 敏锐度不够啊 哇 那一个家里面 父母啊 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通通围着这个孩子转 那他不成为 小皇帝 小公主啊 都很难啊 那首先我们自身呢 有可能 我们现在当父母呢 我们也是独生子女啊 那孩子降临呢 就是我们一个 很好的真上缘呢 我们得把自私自利放下 我们才能 带动他 不自私啊 那师父呢 有一个 法宝 直到我们放下自私自利 念念 为他人着想 我们真的 把它落实三个月啊 慢慢慢慢就养成一种习惯 我们的念头啊 很容易 第一念呢 就想自己了 这个有一个转变的 过程呢 第二个呢 明文立养 那谈到这个格物啊 刚好 有同学 问的问题 我们顺道啊 一起 探讨一下 因为这个都跟 格物有关系啦 学生 想请教 在如今 纷乱的社会环境下 我们虽然能 发心学习传统文化 但 学生看到 大多数人 都难以 坚持 甚至有很多 是从小学习 传统文化的孩子 长大 一遇到污染 就难以致辞地 退转 堕落 而且 也没有正规的学历 谋生 都有困难 因此学生 不揣浅漏 借此 想请教 我们在面对 物欲的 诱惑 以及他人 负面经历的影响时 应如何看待 如何面对 才能避免 退转 到心 不忘初心 继续修行 首先提到 大多数的人 难以坚持 我们都看过 西游记 西游记有 九九八十一关 那得八十一关 全过了 才到达目的地 有些人 有些人可能到 第十关 有些到第五十 第七十 但是毕竟要全部通过 才能到彼岸 所以莲慈大师 有说到 造业者百 为善者一恶 这个世间 造作罪业的人 一百个 为善的人才一两个 为善者百 向道者一恶 他行善 我做个好人就好了 干嘛要修行呢 干嘛要吃素呢 干嘛要改脾气呢 他是个善人 但他不一定愿意修道 所以为善者百 向道者一恶 向道者一百人 兼九者一恶 兼九者百 兼之又兼 久之又久 直至菩提 不退转的 又只有一恶 我念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一点头晕 我们换一个方式 用数学 百分之二 乘以百分之二 我已经是一恶 我用恶算了 百分之二 乘以百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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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之十六 我们这个地球上 有七十亿人 七十乘以十六 八百四十 所以真正能够 这道菩提道走到底的 那真的要 很有决心 很有毅力 耐力 而且过程 不能染着 一染着 可能就走到 歧路上面去了 那当然了 我们也不要太悲观 悲观也是一种习惯 所以我们要positiv 不要negative 不要negative 这真的是一种习惯 有一个父亲 他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超级乐观 一个特别悲观 他就想把他调整 他就买给那个老大 一个当时候最好的脚踏车 想让他高兴 结果这个大儿子一看到车子 就很沮丧 我骑上去一定会跌倒 一定会流血 他爸爸也有点无奈 看这个小儿子太乐观了 给了他一堆马粪 这个小儿子一看到马粪 在整个家 跳来跳去 在那里找马在哪里啊 马在哪里啊 他爸也不得不买一匹马给他了 一切法从心响生 你都是乐观 很阳光面对啊 这个境界慢慢慢慢 就转成阳光了 我们是弥陀弟子啊 阿弥陀佛是无量光啊 没有一个角落 不光亮的 所以我们现在 要跟阿弥陀佛相应啊 我们的心里面 也不能有阴暗的角落 以前啊 从前种种 譬如昨日时啊 我们看呢 我们过去的阴暗 有没有放下 自己照镜子就知道了 相由心深 因为我们的心啊 会反射在脸上 假如你过去的事情啊 常常还会想起来 隔在心上 人的相 人的相看起来 就不会太开了 尤其额头啊 不会发光 其实很多生活的细节 包含我们身上的 这个面相种种啊 都可以看厌我们的状态的 所以修行不能出心大意啊 就好像我们 好像前两天 在上课的时候 突然那个门 砰 关起来 有没有 那个是检查什么 检查我们 心啊 安不安定 一听到声响 我们吓 吓了一跳啊 就心不够安定了 这只鸟配合得不错 大家有没有 突然在马路当中啊 突然有一台车 向你冲过来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 这个时候说妈 那就找妈去了 这个时候假如 阿弥陀佛 那这个是 代表我们这个佛号 强者先迁 先起来了 假如说啊 那可能去的地方不是很好 所以这个修行不能出心大意啊 所以心在何处啊 心在我们每一天 六根接触六成 面对人事物当中 我们都在起作用了 我们能观照得到啊 我们这一天就知道啊 自己有哪一些过失啊 要修正啊 发现自己过失啊 叫开悟 改正自己过失啊 叫真修行 那我们积极地来看 这些学子 他可能学了五年离开了 学了十年离开了 我们惋惜 但他假如真学了 这些都是修身齐家的 治国平天下的教导 对他以后有没有帮助 一定会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不要太消极了 所以我们珍惜缘分 不要因为这个缘分走了 我们在那里 遗憾 我们珍惜当下 这个缘离开了 我们心里也没有遗憾 那 长大 一遇到污染呢 退转 我们这个世间修学啊 静一退九啊 外在的缘啊 内在的烦恼 挑战都不小 我记得师长 在六合静的 会议当中啊 有提到啊 现在归二郎神馆 一个是豺狼 一个是色狼 你看现在大学生 都想着 哇 我要赚钱了 很少有人想 我要修身了 那这个 在大学里面 男女关系的挑战就很大了 那很多家长就担心了 哎呀 我孩子以后去读大学 怎么办呢 你看 这一个念头 有没有君子物本 身 有所恐惧 有所忧患 不得其政 人对未来 有担忧的时候啊 他就没有办法安住当下 人能够提升境界 他就是能够安住当下 来用真心 他在担忧未来 在懊恼过去 他的心 烦恼做主了 这个道理跟念佛一样 不念过去 不念未来 不然这个念佛里面 就有 未来烦恼 过去烦恼 在里面了 所以我们要 护好自己的心啊 心正而后深修 深修而后交起 我们要护好自己的孩子 首先我们得 护好自己的心啊 这个都要误本哦 不然我们每天 抄很多心啊 也很为孩子想 但是好像影响有限 因为我们就没有展现 一种修行人 不被烦恼控制的样子 给孩子看啊 那这些叙述啊 其实也让我们思考到 要成就一个人才啊 没有十几年以上 不间断的修学啊 不容易啦 有的读了十年的 经典 传统文化 结果我出国留学去了 哇呢 也是退转的蛮快的 所以啊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得生彼国啊 其实也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 能够一直在 传统文化 在佛法的环境 继续学习下去 昨天我们越南的老菩萨 他们都八十多岁了 他们很实在啊 很纯朴啊 他们对老人家教法的信任啊 那种 道心 他就不动了 我就在这里往生了 哇那大家 功德无量 好好护持这两位老菩萨 护持啊 我们这一方的老菩萨 他们的善根福德因缘 非常具处 我们护好了 哇那这里也出好多阿维越之菩萨 这都是因缘具处啊 那 有人离开了 我们也 别挂碍 我面对啊 离开的同仁呢 当然 首先要反省自己 他的离开啊 跟我有没有关 跟我有带领的团体 有没有关 进一步 期许自己 我提升的越好 团体经营的越好 他看到了 他会再回来 我们不要生烦恼 我们把它转成一种 向上的动力 所以学佛 我们就是学转念 转烦恼为菩提 化危机为转机 化悲愤为力量 那 这里有提到啊 他没有正规的学历 所以师长在九十岁的时候 创立了英国汉学院 我们去念 没有学历也可以念 可以考预科班 就可以上大学了 很巧啊 这个冥冥中 有佛菩萨祖先 还有老上威德的加持 所以我们学校很多的 读经读十几年的 刚好学校办出来了 他们就可以去读了 那这里也提醒我们 父母不要逼孩子 一定要这么走 因为每个孩子 过去生的 因缘积累不一样 行行出状元 行行都可以行菩萨道 你不要硬逼着孩子 其实他可能艺术方面 比方说医学方面 他有这些天分的 但是我们逼着 你没有其他路走 你就是要做蔡老师才行 连我都被拉下水了 变成帮凶了 这样你会搞得 这个孩子反感 要顺势而为 强摘的瓜不甜 你看这个六成 在给我们说法 我们容易急 容易强求 所以夏连老说的 神聚木段 沿地石穿 水稻渠沉 瓜属地落 经照浮移 照就是很急照 经就是自以为是 浮移 经典这样讲对吗 应该我的方法比较好吧 欲速转迟 你想要很快 反而使得其反 人人的红道 非道红人 是我们父母 把经典做出来 去感动孩子 而不是我们父母 把四书五经 压在孩子身上 我们是很容易产生 这个好为人师的态度 我们本身就带这个习气 所以孟子说 人皆好为人师 佛门讲 世大烦恼常相随 那个我慢 就是其中之一 刚好我们有一个老师 到欧洲班 都是线上的 给孩子上课 有一个孩子迟到了 迟到的时间还不短 孩子迟到了 当然当地的家长 有点不好意思 结果这一位老师 看到这个学生上来 第一句话就 说到了 孩子 你吃早饭了没有 那欧洲这些家长听了 他们就有触动了 他们本来想 这个老师会怎么说 你怎么吃到这么久 这个 可能先讲一堆道理 那这个孩子听到了 会不会触动他的善根 因为他可能已经准备好 要挨批了 我们首先是 有没有替这个孩子 做想 论语 一百多次提到 人这个字 我们一直在让孩子 你要背论语 那我们有没有把仁爱 展现给 孩子看 好 好 好 那所以 夏老这个法语 我们得要静下心来去体会 我们现在能 这个浮躁的心能定得下来 就是一镜功臣 我们在整个大环境当中 不知不觉 就很容易着急 一睁开眼 快快快 吃饭了 快快快穿鞋了 快快快上学了 快快快 赶公车了 我母亲 说她 这个五六十岁的时候 有时候做梦 还梦到十几岁赶火车的情景 你看那个弱的印象太深了 我们了解自己 也要体恤孩子 他在这个大环境也是 心也容易着急起来 一着急啊 就很容易控制要求了 就容易上火了 那 我们不能攀缘 这个孩子 他很愿意 相应 你当然全力支持他 他不够相应 你不能勉强 为什么 你攀了圆 到头来 他学不上去了 结果他又没有学历 最后他会怪谁 他会怪父母 他会怪老师 所以父母老师 都不可以攀缘 我们 能够在家庭当中 落实好 他也每天在熏息 包含 你求观世音菩萨 他哪怕到体制学校去 能遇到 学传统化的老师 观音菩萨很可爱的 昨天 听到我们同修讲 他的太太 要求对象 就开了好多条件 最后 找到他的时候 一条 每一条都是 符合的 连戴眼镜都有列上去 这个观音菩萨是 有求必应 当然要如理如法求 一定是你修学精进 那菩萨 满你的愿 不能强求姻缘 那因为呢 你跟孩子的展现 都是没有控制要求 然后你每一天 都把佛法展现给他 他对佛法 对传统化的爱要之心 会不断挣扎 说不定 等到成熟的时候 要看他 电脑很强 最后 因缘成熟了 就到我们的团队 来做了 或者厨艺特别好 那这个 说不定我们 装饰的衣钵 就传给他了 你这些人才 他最后很自然的 回来了 那个都是家庭里面 标毫法 水到渠成 花束地落 那这里具体 还提到了 我们面对 物欲的诱惑 我们刚刚谈到 格物了 放下自私自利 放下五欲 就明文立养 五欲六成 财 舍 明 食 睡 我们说 看得破 放得下 看得破 是明理 放得下 是功夫 我们知道 命理有时 终须有 那我们就不会去 强求财富了 理得 心才能够安 那面对 射 射至头上 一把刀 我们说 一丝足成 千古恨 所以应光主师 有指导到 能面对 这种境界 做不静观 其实我们人身体 九孔 常出 不解之物 包含应主 指导得很具体 面对 年长的 女性 当妈妈看 其实 忘心 都不是真的 我们把它当真的 它就控制我们了 忘是虚忘的 虚的 烦恼贼 做贼 心虚 你正念现前 它就污染不上了 圣狂之分 在一念之间 有一个读书人 面对一个人 来请教 他觉得 这个色欲 很难 他就告诉他 今天 帮你安排一个 这个地方 长得最漂亮的 妓女 哇 你 冲过去了 把那个 这个 违脏 掀开来 一看 你妹妹 当下你会怎么样 你本来那么强烈的欲望 当下变什么 你怎么在这里啊 请问这个 这个情欲真的还假呢 马上就没了 所以面对 年龄差不多了 当 姐姐 妹妹看 面对比自己小的 当女儿看 其实都是转念 那再强烈一点 应主说 当毒蛇看 真的 那个一咬 我们就没命 你的家庭就毁掉了 这个是 色 尤其 我们都知道 这个后遗症很大 你看现在堕胎那么厉害 那堕胎 一见 那是地狱的夜报 都到地狱去好久 所以面对欲望 咬紧牙关 此身正无量寿 老和尚这一句法语重要 大家想一想 咬紧牙关 最后换个无量寿 好不好 很值得 那可能有人要问 要咬多久 要不要咬一辈子 你真咬三五年 十二勉强 慢慢慢慢就习惯了 就比较不会受境界的影响 其实我们面对诱惑 容易立不住 是因为我们的 正气不足 就像外面都有病毒 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感冒 因为抵抗力不够 凡为外所胜者 皆内不足 凡为邪所夺者 外面这些邪的染污 皆正不足 所以我们不要担心 孩子未来面对的社会染污 我们应该让他的正气 让他的德行都更扎稳了就好了 而这个五欲 只要我们的精神层面提升 这些欲望 自然慢慢就下降 都要循序渐进 而且我们对自己要 言以利己 对别人要宽以待人 你不能很严格去要求自己的家人 把这些欲望放下 这个中述的存心很重要 不然家里会有纷争 老婆上有讲 你学了佛之后 家里反而有冲突了 这个学错了 尤其精神层面提升 师长讲 世卫哪有法未浓 真正念佛 念到有法喜 称名即是欲光时 称阿弥陀佛名的时候 佛光就到了 身心清安 尊重此时莫空过 万得鸿鸣 能灭重罪 果能一向专念 自然构障消除 无量光寿 如来世尊 光明普照 十方世界 众生有缘 欲失光泽 够灭善身 身意柔软 大家念佛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 身意柔软 所有疾苦 莫不休止 一切忧恼 莫不泄脱 我们念佛 读经 听经 听出法未来 慢慢这些欲望 就能淡 但很重要一点 不能间断 熏悉 不能间断 念佛 诵经 不能间断 不然 那个力量 就会大打折扣 古人很有经验 三日不读书 面目可真 依承得自己的经验 不用三天 一天就不行了 包含忘了提洗牢 上的教诲 在境界就做不了主 不离经教 每天熏悉 再来他有提到 怎么面对别人 负面的经历 我们用 善财同子 五十三餐的态度 来面对 人家负面的经验 也可以 我们引以为戒 就不会犯了 所以这个也是 我们的性格 在面对事情的心境 陈德当时候 二十年前 要到海口 推广 传统文化 父亲也有说 你做这件事 可能一千个人 能做到 可能一两个人 那跟父亲 有沟通 那我可以跟这 九百九十八个人 了解 他不能成功的原因 那我避开他 不犯 这一两个是怎么成功的 我效法他 那我 铁定能做得成吗 那我也不会因为 九百九十八个不成 然后我产生负面的影响 这个我们也要学阿弥陀佛 你看阿弥陀佛 他看得十方活过度 不好的他不取 好的他通通要 所以我们人生遇到 好人坏人 好事坏事 通通 是我们的善知识 我们都能 从中得到启示跟提升 所以心态很重要 佛门很重 是表法 华言经末后 最重要的主人翁 就是善才童子 诸位同修 善才童子是谁 是自己 当然我不能勉强 你们做善才童子 因为善才童子是表 当生成就的修行人 我们想不想当生成就 那我们得像善才童子 善 善根 财呢 福报 得能 因为善才童子 他的心态 很好 他在面对一切人事物 他的善跟福德 一直提升 所以他五十三三 参到最后 他就成佛 那他最可贵的心态是什么 就是只有他是学生 所有一切敬远 都是老师 都来成就他的 所以我们 中华儿女 为什么接受大臣佛法 那么容易 因为很多心境 孔子都教过我们了 孔子说 三人行 不由我施焉 则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那孔子这一段话 不是在一切境界 都提升自己吗 好 这个是谈到格物 又有一个同学提到了 觉得自己 最严重的习气 就是傲慢 看不起人 曾经尝试过 用经典 以及祖师大德的训诫 来对峙 例如应祖 讲的 看一切人 都是菩萨 唯我一人 实是凡夫 是最常用的一句话 但是发现 作用不大 压制不住自己的傲慢念头 可不可以传受一个可以对峙的方法 老和尚讲 四一法 其中有一个 一了意 不一不了意 师长解释 师长解释 什么是了意 你用了得力 当然这个得力 不是一时得力 是长久得力 那这一部经 或者这一句经教 这一个方法 就对自己有帮助 那请问大家 对峙傲慢的 经句 或者牢上的教诲 多不多 我看不止一句吧 但是你看哪一句 你提起来的时候 力量最强 比方说 你跟老和尚的缘很深 那你就 在教室当中 或者在你住的地方 挂老和尚的照片 你一看老和尚 老和尚这么谦卑 我还傲慢 你惭愧心 就起来了 得比于上 则知此 欲比于下 则知足 所以我们得行 要跟老和尚比 跟佛菩萨比 提起这个念头 这个邪念 正念现前 邪念就污染不上 包含 我们真的了解到了 这个贪嗔痴慢 障碍自己的法身会命 这个要格物 要格斗 要对峙它 傲慢 是称慧的核心 这个要下大功夫 好 那我们 刚刚提到 我们要恢复明冰德 要从格物的功夫 从老和尚 教的十六个字 下功夫 那我们返老轻 智慧就涨了 物格而后 知智 这个知智 就是智慧有增长 有智慧 懂得观照自己了 知智 而后 意就能成 意成 心就能正 在大学里面 提醒到 这个 意成 所谓 成其意者 物质其也 就不能 骗自己了 这个是 下在 成意的功夫上 我们前几天 有提到一位 主人翁 于静一公 他是 突破 不自欺 的一个榜样 因为他 47岁 穷困潦倒 他给上帝 写书文 后来 因为他 对 造神也 比较恭敬 所以造神也 到他们家来 提醒他 提醒他的时候 他没有 马上 接受 因为造神也 提醒他 义恶 太重 所以我们修行 从根本修 从起心 动念 出修 专 专物 虚明 都是做给别人 看的 而且 这个造神也 具体跟他说了 你说 你们结文昌社 强调 放生 没有一次是你主动的 你都是人家发起的 你才跟着去的 而且你们家 还绑着螃蟹 在厨房里面 在厨房里面 你不是发自内心的慈悲的 再来 你说习字子 你都是看到有人 然后你就捡起来 那些说 哎呀 善人 你都是 图那个名 你自己教私属的时候 孩子们 这个子不珍惜 贴在墙上 你也都没有 自止 再来 口过 你的口才很好 你在讲的时候 去挖苦别人 清慢别人 你自己的心 也觉得不妥 可是你忍不住 蛇风所及 触怒鬼神 还有戒邪影 你只是没有那个缘而已 你看到漂亮的时候 你的心也是控制不住 假如你真的有那个缘 你能保证 跟柳夏慧 跟鲁兰子他们一样吗 那专物虚名 都做表象了 而且还满子愿由 独逞上帝 内心里面 还是有很多抱怨在 那上帝已经派使者了 看了你一整年了 你没有一件善事 只看到你的贪恋 淫念 嫉妒念 贬急念 高级悲人 傲慢 一往其来 这个是愚痴 不能安住当下了 都是想着 未来能不能好一点 恩仲敬 恩仇报复念 恩仇报复念 都很容易 不骗自己 不骗自己 也不是那么容易 而且真正面对自己的问题 还得下很大的决心 鱼公他跪在观音菩萨像面前 发愿 愿善念永存 善利精进 躺丝毫至宽 勇堕地狱 他发这么猛的心 才慢慢把这些习剂 扶住 好 这个是 一成 就不自欺了 然后心正 那这个是明明德的功夫 我们接觉就能 深修 加起 国治 天下平 那在心方面 大学里有讲 身 有所分治 不得其正 不能起情绪 起成会 身 有所 恐惧 不得其正 我们现在有没有 害怕的事情 不管是过去 还是未来的事情 还是当前要面对的 这个有 同学也有问到 自己很害怕 当前面对的 一个长辈 他就提到了 学生遇到一个 常常见面的长辈 他虽然心很好 但他总是猜测 学生的想法 而且很多时候 都猜得很奇怪 都是学生根本想不到的 负面想法 学生尝试过沟通 但这位长辈 会想得更多 反而更天误会 因此学生在面对 这位长辈的时候 就不能平心静气 心中长生烦恼 并且对这一位 长辈的恭敬心 也日渐消退 请问学生 该如何面对 这位长辈 如何对这位长辈 能够保持恭敬心 当然我们读着这个问题 我们要入到这个问题里面去 首先我们当父母长辈 也不要乱猜测学生孩子 因为你猜得不对了 他也会很难过 那当然我们是晚辈 我们面对这个境界 我们有一个烦恼 蛮强的 就是别人不理解自己的时候 自己就很难受 所以论语有交 不换人之不己之 换不知人也 别人不理解自己 我们不要难受 因为那个是情绪 别人甚至误会自己 我们能包容 误会自己 骂自己 也不是坏事 帮自己消业障 金刚经有一段话 对我们除掉现在的烦恼 很有帮助 善男子善女人 受词读诵此经 若为人清见 我们在修行 我们在学佛 但是怎么遇到 人家轻慢我们 甚至骂我们 因为先是罪业 因多恶道 早上我们吃饭的时候 师父有讲 我们过去生 造的业 很多 假如每一件恶事 有体积 比方说细菌 像细菌一样 虚公法界 都装不下 让我们过去生 这么多业 尤其是恶业的话 那以后都要带我们去 三恶道报 可是金刚经讲了 已经世人清见故 先是罪业 即为消灭 所以师长为什么 毁谤他的人 老婆上给他立牌位 讲完经给他回向 因为老婆上讲 他帮我削过去很多的业 所以被长辈误会了 我们用经教 理得心安 也不是坏事 那当然有可能 这个长辈有可能 他看得也没有错 可能我们当下还没体会到 反正我们转念 转成正念 静下心来 或许也能够感觉到 那个长辈 对我们的提醒 我们心中有法 在境界当中 就不容易生烦恼 所以 学佛就是用真心 真心 古代的说 用心如静 我们静来不拒 静去不留 这个事已经过去了 不要把这些事放在心上 这个长辈还没来 你不要紧张 不要担心 就在这些境界当中 念自己的心 怎么保持恭敬心呢 我们只念这个长辈的好 只念他为我们的付出 念他的恩德 只念他是谜头 他有自性谜头 不要把 他对待我们 我们所产生的这些情绪感受 不要放在心上 这样我 这个恭敬心 我们就容易保持了 好 所以身 不要有恐惧 不然不得其正 身有所好要 我们有贪爱的 也会不得其正 身有所忧患 也会不得其正 这四句 我们常常在一切境界 关照 这个心就能越来越用的 正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想跟大家商量一下 因为这个主题 还没有交流完 所以想我们 后天 后天的课 我们还继续讲 修身为本 教学为先 然后大后天 我们才 交流 这个老和尚 这个落实六大 成就圆满 这一个开示 我们来学习 老和尚这个法身设立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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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